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阿彪 我是Hu醬 今天是禮拜三 到我們的 轉乳蛋囉 耶耶 那大家一定非常興奮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來到日本了 對 第一次在日本轉乳蛋 對 好 那我們今天要轉的是這個 冰河池的森林 這個是Hu醬非常非常想要的 試試看 就是轉轉看的 對 它很瘦 好 那這次轉手就給Yu醬 有麻煩Yu醬的 好 三個 好像那是白色耶 這個是 有這個嗎 哪裡 哪裡有 哪裡有這個 嗯 嗯 還是就是這一隻 然後頭上有啊 啊 對 這邊咧 對 這邊咧 Do you have five 喔 插地板的 OK喔 這個 沒重複耶 怎麼辦 這超帥的 回去開 對 約瑞森這個 翹木魚的沒有耶 要吃嗎 好吧 這個是折合台幣多少啊 六十塊 啊 出入了 差地板 沒關係 哇 那就短到這四個了 好 那我們就回去開箱吧 開箱 好 我們回到家咯 回家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在東京好像 這樣比較好開箱 喔 桌子比較大 好 那我們再開箱咯 哇 冷凍 冷凍森林 還挺酷的 我也覺得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了 好詭異喔 好 首先是第一隻 你看 這個其實 近看有點恐怖耶 全身都是冰 有沒有 這些都是冰塊 然後 我給大家看它的樣子 它有臉 有點猙獰 其實有點恐怖耶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很有蒐集的價值 好 塞回去 尤其是這個啦 它那個冷凍的那個冰柱啊 它都有做得很好 站著就是這樣子 有點像冰麻油 好 下一個 下一個是拖地 拖地的僧侶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上面會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因為 一直呈現在這樣的動作 然後它上面的冰 已經變得非常非常厚了 我覺得應該是雪 喔 是雪喔 冰在這個旁邊的這個細節 都做得很好 非常非常好 臉的地方給大家看 其實就是沒有表情 我們這樣子 這個是多少錢 兩百 日幣 所以應該是 六十幾 六十幾 將近七十 喔 所以台灣上限的話 有可能也是大概六十 或八十 就是大概六十 嗯 蠻值得收藏的 因為很少很少看到這樣的特輯 對 太少見了 嗯 好 第三個是這個 靜坐的僧侶 其實 它就是 上 那個身體上全部都是雪 所以 它只是一些輪廓而已 不然的話 這邊應該是手 這邊應該是腳 這樣打坐著 它的帽子上面就是有那個 冰柱 冰柱 那仔細 我不知道你們敢不敢看 仔細看它的臉 好老喔 就是被凍傷 凍僵了 然後鼻子還有流鼻涕 然後凍著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有點小可怕的 對 好 各位 有沒有覺得這個 生理其實有點小恐怖啊 對 真的還蠻可怕的 對 很詭異 我這 半夜如果出來看到 會有一點 不會啦 這個不是真人大小的 對不對 畢竟台灣現在還沒有 我們現在應該算是最快可以開到的人 喔 太好了 太好了 很開心耶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這樣子在日本 轉牛蛋的話 還有各式各樣的轉蛋等著你們喔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不妨在下面幫我們點個讚 如果想持續並且追蹤我們的影片 不妨在下面幫我們點個訂閱喔 別忘了記得打開鈴鐺 就可以在第一個時間看到我們的影片了 好 那我們下一部轉牛蛋再見囉 拜拜